然后刚才我的邻居过来敲门 说是他们在包饺子 让我中午过去跟他们一起吃饺子 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当当当的一开始剁肉馅了 去看看 叔叔太勤劳了 一大早就在剁肉馅 我这说呢 我说你有点晚了 我刚才说那个 啊 小的没事 这剁的挺好的呀 剁的没有 剁的挺好的 海拔太高了 拉不动脚了 对对对对 你看我随便一搅 搅着我再做一下 啊是是用手拉的那种是吧 就是这个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叔叔做好的肉馅 这萝卜大葱 牛肉 牛肉 牛肉大肉 啊牛肉和大肉货的啊 看一块了啊 我今天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这老两口 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 这输这车呢是输入自己改的 全部里面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个电呀水呀 还有里面的家具 全部都是输入自己改的 然后阿姨呢 阿姨也是 阿姨人特别好 你好 阿姨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 她抗癌18年了 然后他们在路上已经行走了三年 这三年呢 他们也去了很多的地方 我我那天一见到阿姨的时候 我说一点都不像 看着精神状态特别好 是吧 像个病人吗 18年了 18年了 是不是 真的很不容易啊 成了一个抗癌之星了 哈哈哈哈 抗癌之星 哈哈哈 是不是啊 对啊 嗯 不然有个做好的状态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你都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 是是是是 一定要有好的状态 才能有好的身体 所以说有的人说啊 出来自驾是什么受罪啊 什么的 但是那天我跟阿姨聊了之后 阿姨说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对呀啊 我很适应这种生活 然后叔叔每天给阿姨做好吃的 你看哈哈哈哈 阿姨开始倒点香油把水分锁住 来水分锁住 啊 锁住了以后再放盐 啊 弄弄弄弄弄弄弄我一下尝一下 夹着干 哎 照明可热情了 哦 特别 刚才刚才提着一袋子 拉开就看 拉开就问他 这是意思说你提的啥东西 就问他一号 他说我这是俊子你吃不了 哈哈哈 他说是野生菌 啥东西的 就是那相当一个蘑果之类的 这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没有这人家晾干的 是吧 啊这人晾干 但是得洗得摘一下 他说你把那个叶子摘掉 对对对 赶紧泡一泡 对对 这得这得泡 嗯 他拉给闻到香味了 哈哈哈哈 他在看阿姨拌饺子馅呢 鲜亮的很 你看 哎呀 这闻着都香 牦牛开始出来上岗了 这前头最前头是一个小的 小牛犊 后面还有这么多 嗯 后面还有这么多 所以这会我没敢把猫放下来 我怕他们去惹牛 我那几个猫 有点傻 你这是加水口 哦在这呢 哦 对你没有从车厢上面开孔是吧 没有 哦 我这车子无损的 看叔叔他们的水管是这样子的 也挺长的 够长 慢着慢着慢着你这些 你把把这个这样 让他搞了 这样子 对 哎 把它摁住 固定住就可以了 你们这管子也够长 可以了可以了 这是叔叔阿姨他们带的小狗 你看这种生活 这后边就是他们的户外厨房 也不站也不站外面地方 直接把车门打开就是户外厨房 这个这个板是可以收上去是吧 对对对 啊 一收上去然后门就关上了 对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店的这种加热器 热水器 啊热水器 天好的时候吃一个那种帐篷就可以洗澡了 能烧70度 啊能烧70度呢 厉害 胆子大的还敢去惹牦牛 牦牛那两个脚 一会儿一下就给你顶翻了 牛打不过 还爱惹得很 看看阿姨他们的饺子是怎么包的 它不是 元宝饺子 哦元宝饺子 对 这还真快啊 这个饺子包起来快 像我们那是 就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面劲 然后再擀成 皮肤 啊 皮肤肉不多 对 阿姨这个是他刚才擀成那种 就像咱们陕西擀面似的 擀成那种 大的 然后切成这种 切 这个块 一会儿就包 啊一会儿就包完了 我还说我帮他一起包 这会儿就他这种 他这种方法我还不会 哈哈哈哈 饺子已经包这么多了 这样包是快啊 嗯 自己看 大家自己看他状态咋样 他这走路姿势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上这个石头籽 走着不太习惯走得脚疼 状态还是很好的 早上在 对面那一片草地 哎呦跑得可欢似了 走吧回去吃饭去快 你回去你回去 我们一会儿也要吃饭了快 上车 这是用压力锅煮的饺子 一会儿就煮好了 哎呦我有红了呢 我有红了呢 我有红了呢 这点好吃不行的吗 这都快 这是啊 好吃不行的呀 对啊 你拿一碗拿一碗 给你有球的清了 我就不会烧 你等一下 差点 我们要开饭了 啊这饺子 这大饺子 下点阿姨拌的这个酱料 这是青椒和蒜 这大饺子 再过瘾 你看上咱吃了 昏得啥容易 你都吃不到 多少肉 昏得小 这里大 嗯 吃饱子的那种 里边有馅 刚刚那阵大风 就刮了一会儿 后来太阳又出来了 这会儿 今天晚上估计还有雪 都是乌云呢 明天无论如何得走了 这锅里边 是我昨天晚上炖的炖菜 有粉条 胡萝卜 排骨 土豆 娃娃菜 昨晚没吃完 然后今天早上 又去吃饺子了 这会儿给它热一下 就选择这个 再热的功能 选择 看 就放到这儿 然后24分钟 开始 这边的温度呢 它是早晚凉 中午 只要太阳一出来 立马就暖和了 尤其是坐在太阳下边的时候 晒在身上暖暖的 只要没有风 就挺好 而且这边空气干燥 那我洗的衣服 晾了一晚上全干了 这会儿那锅里的菜还在热着 我把这衣服点一点 收拾收拾 明天早上 等到十点钟吧 十点过了以后再出发 因为早的话 那个路上呢 有的地方还有积雪 那路会很滑 十点过后呢 太阳一出来 那雪就滑了 小豆芽 小豆芽 今天没放猫 今天没放它们出去 小豆芽现在这会儿 就一直坐在窗屋这儿 看看外面 这会儿 但是这会儿外面真的很好看 就是有点冷 所以我也不想下去了 今天天气发生了反转 前两天都是半夜 下雪 晚上八点以后下雪 今天看 大清早开始下雪 这雪花还不小了 我都说我要把我那剩菜弄完 这叔叔在做豆腐脑 你看 下雪了 这雪下的 没办法 他们只能把这个柴火炉 挪到这棚子底下来 把车也开过来了 我们今天都要离开这儿 不行 这儿不能再待了 现在是四月六号 早上九点钟 本来就准备今天要离开的 我的柴暖 昨天好了一会儿 今天早上我一开柴暖 后面那个排气管在冒白烟 大量的白烟 车里温度倒是有 但是这一冒白烟 它肯定这个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没办法 我又把那个充电 充电线又插上 然后这会儿车里开着空调 这一下雪 气温就降得比较厉害 对面的山都已经看不见了 你看那个雾气 把对面的山都已经给盖住了 但是我今天 虽然说是这样的路况 我今天必须得走 我在礼堂联系了一家 这个专门修柴暖的地方 从我这儿到礼堂 开车估计得开六七个小时 再加上这样的路况 可能得开六七个小时 我这柴暖必须得修啊 不修我车里 那个热水也没办法用 我只能用壶去烧 所以现在我要回去 把车里收拾收拾 一会儿就准备出发了 还有一个必须要走的原因 就是雅江路段 从4月7号就开始要管制了 因为好像是要修路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关注 这个318的路况吗 318这个一路上 最近这个天气都不是很好 要么就是下雨 要么就是下雪 这会儿呢 离我不远的折多山 折多山崖口上面 这会儿的雪 肯定比这儿的雪要大得多 那儿肯定是堵了很多的车 今天这个路况 再加上堵车 哦 今天将是非常困难的一天 对 有缘还会相遇的 来抱一下吧 抱一下抱一下 这两天相处的非常愉快 那我就走了 好好好 你们再待一会儿 行行行 跟叔叔打个招呼 我走了叔叔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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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把车上火都打着了 他还是不肯走 这会儿着急了 你别走啊 有本事你别走啊 一转眼 在这儿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早上那个雪下的 下了一个多小时吧 后来就停了 现在这个又是蓝天白云 但是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先去新竹桥 我这车上又提示缺少冷却液了 我看走一走看看 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拜拜 有缘再见 好嘞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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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